在这里 我的办公室 星云法师用餐 会客 读经 都在这张桌上 从出家众到全球传法 如今临时 想其瘦就是其碎 星云大师 他把生老病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 叫做老病死生 人老了就是会器官衰竭 器官衰竭 就是在这种睡梦当中 这样子离开人间 佛光山上 我不知好现场 场面庄严静谜 都是星云法师的照片 还有一声介绍 星云法师罹患糖尿病 超过40年 2011年中风一次 2016年再度中风 身体状况走下坡 但他意志力相当强热 强调出家人不怕死 他不希望使用健保 不想占用社会资源 因此在这些年 医疗支出 包含他后来一年住院三四次 每次都是一个月以上 全部都是自费住院 佛光山脸书贴书公告 不少人立刻回应悼念 侯友宜 蒋万安 还有柯文哲 感谢星云大师 对台湾这片土地的奉献 与付出 一生奉献给众生 同时也公开发复文 谨遵祖归一切从简 不设智商委员会 不个别发复文 不做信念佛事 肯辞香店花圈花篮花车 则于2月13号 在佛光山云居楼举行 园吉赞颂典礼 那么助人当中欠你吗 不怕路途遥远 照着我们的目标 往前进 星云大师一生影响无数人 过年期间还住院 吴奥下午出院后 在众弟子身边 此事安详园吉 他也在85岁那年 遇历遇嘱 未来将会有新人的助持 新宝和尚继续带领 TV运高尚转报道